然后再配上这个苦瓜 那两个之间的色彩度上 会有一个很美的一种感觉 那比如说像这样的水蜜桃 加上黄色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黄色绿色红色的水蜜桃 这样的感觉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这个水果上面呢 放一点点像这个桑露 我们来试试看 把这个桑露呢 也做一点点的搭配 试试看它的角度 跟感觉 好 桑露呢 也可以放一下下 放一下这个桑露 加一点点桑露在这个作品的角落 好 太长了一点 我们再把它减少 那桑露也算 也看起来像一串串成熟的这个果汁 不过当然有时候您要搭配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到 有些食物 有一些花材植物 它有一点微毒 那也要注意到 那像这个桑露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剪一点点 在侧面的地方 来增加这个蔬果跟花材之间的一个搭配的美感 所以其实呢 有时候在家里 那个水果买回来的时候 或者很多的瓜果 像芋头或番薯买回来 有时候我把它摆一摆 最后都舍不得吃 都是用眼睛看它 一直看到这个水果或者这个蔬菜都已经不太行了 还舍不得吃 因为有时候那种视觉的美感也是一种很棒的一种体会 好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一片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再示范一个再小一点点的 比如说像这个小小的这个竹片 好 那这个是刚好有一些这样小小的一些野苦瓜 然后任何的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读到 孟浩兰的诗 那个故人巨居树 妖我治田家 绿树村边河青山沟外霞 那在这个诗中呢 我们可以把三田野里面的一种乐趣 也带到整个作品的感觉里面 那我这边还有两颗这样的水蜜桃 那也把这个季节的感觉给加上去 好 虽然剩了两颗的这个 那我们也可以加上去 还有我们加一点点宫灯好了 我们的宫灯花 绿色的宫灯 好 可以加在这个作品里面一点点 好 那当然如果说 这个我们加一点点吃水的这个管子是最好的 好 这边还有很多漂亮的宫灯花 它的色彩是很鲜艳的 好 可以把它配一下下 好 两颗的宫灯我们把它剪一下下 因为它的那个垂度 我们把它再放一下下 看一下这个宫灯 好 这样子是一种很随意的一种感觉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任何的蔬菜水果 跟花卉的一个结合 也是很很受 现在很多人喜欢的 好 那我们也把这件作品呢 也稍微的布置一下下 在这个桌面上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那我们有时候在有一些的比较长的一种空间呢 就可以做很美很很多的一种很丰富的一种摆饰 那我们常常讲说 现代人追求乐活的生活 那乐活呢 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呢 穿得很简单 然后吃得很健康 那能够关怀四人 那提升自己心灵的一种成长 那当然同时更重要的呢 要减少对这个资源的一个浪费跟污染 那藉由今天这样子的一些作品 一些大自然非常野趣的 然后老天爷赏识给我们的一些 自然的一些食物 来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五分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生活要过得简单 自然 那让自己跟这个宇宙自然呢 合而为一 那希望这样作品 如果有机会 家里有水果 有蔬菜 或者有一点点花菜植物的时候 你也可以尝试动手做做看 会给你的生活中 增加一点乐趣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一个很可爱的 这样的一个浮沉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有点像石墨的感觉的一个浮沉 所要插座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浮沉呢 带有一种菌尧的一种美感 因为菌尧呢 本身会产生出现一种紫色的 玫瑰红的 那纸葡萄颜色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色彩度上感觉是很好的 好那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个里面的这一个浮沉呢 先给它拿起来 然后我在里面呢 放了一个剑衫 所以有时候发觉呢 我们的民间室益 焚香点茶挂花瓶供 这样的室益真的是很好 因为这个示意呢 可以让你学花 泡茶 那把这个花气跟茶具呢 也合为一起应用 好那今天呢 为了配合一个这样的一个壶唇呢 我选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芋头 芋头来插座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芋头的这个脂梗呢 它跟这个菌尧的色彩 是非常协调的 只是今天的这个芋头呢 它是稍微高了一些些 好那我们把它很用 有点用力的把它固定起来 好稍微的往后一点点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芋头呢 它的整个根部呢 是非常的蓬勃的 因为它长得很好 它里面还在延续 这个新的这个小芋头 那当然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些芋头呢 都可以自己去种它 我常常会到市场去 或者请人家帮我买一点点小颗的芋头 各位可以看到呢 然后如果你有地 或者你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或者甚至是阳台 那你就可以把那些芋头呢 埋到土里面去 然后到一定的季节以后 它就会发芽出来 然后就会长成一颗一颗的小芋头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一只也是一样 非常可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芋头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如果你要插座的时候 可以跟它做一点点的搭配 感觉都是很好 只是这个还要有一点吃水的地方 那如果是短暂很短期的一个欣赏的话呢 其实它是很好用的 比如说一个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两个之间也可以做很多的互相的一个呼应跟搭配 等一下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小花器 各位可以看到这样子 其实就已经产生一种很互动的 那也看到一种生命的一种传承 那根部的一种力量 所以有时候寻走在自然间 看到这些植物 就会感受到这个人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看到植物都是这么的有力在把这个生命做拓展 更何况是人 好那今天这个芋头呢 我来配一个小花 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彭奇菊 彭奇菊 这个小小的小花彭奇菊 那彭奇菊它也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静的地方呢 它是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橘 有一点点红色的 好跟芋头的颜色刚好也很搭配 然后跟我们的君瑶呢 也很搭配 好我只要在这边呢 加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彭奇菊 一朵小花 好只要一朵就可以了 好只要一朵这样的小花 就已经感觉很有味道了 那在这样的作品旁边呢 我们可以加配件 也可以不要加配件 然后今天因为我把这个小芋头 拿过来放在这里 那有时候当家里来了 有了客人的时候呢 您这样很短暂的这样放一下 这个芋头是可以放的时间 也是蛮长的 那如果说我们待会可以找到 适当的一个花旗 我们再把它放起来 那也是很搭配的 各位从这件的作品中呢 就可以发觉呢 其实呢 我们常常说 真的是赶半瓢水源自 落水三千 谢一波花 结出春光无限 那在大自然中的 一草一花一树 小小的一个生命呢 都会给我们 对于插花的人 喜欢花的人 喜欢大自然的人呢 都有很多 很美好的一个回忆跟记忆 那愿此香花 黑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龙天 普勋众生 共祿佛志 三宝 松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 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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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更生意 那我更生意 那我更生意